適合的话,可能需要先产生的 第三名是谁 只要大于等于第三名,那就前三名 再倒数第三,就是小于等于倒数第三的 所以也许,我们这边可以的 多增加两个蓝位 这个当然将来可以删掉,没关系 这个是排第三的 然后倒数 比如说,第三应该是这个里面的哪一个呢? 当然现在不是说叫你资料里面的排序 如果排序Z到A,当然可以 Z到A,或A到D刚好就颠倒 这三个,跟这三个就OK了 可是前提是不希望你用排序的方法 不然的话以后如果资料非常庞大 或者说那个资料没有办法排序 可能资料可能会有那个顺序问题的话 你一排序乱掉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这里面的第三 公司的里面第三,如何知道? 其实插入函数的话,你可以用统计类函数 统计类 排第三的话呢? 对不对?你可以用一个函数叫什么? 就是LARGE 有没有? LARGE LARGE的话呢? 这个地方呢? 它基本上会给你,跟你问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ARRAY ARRAY我讲过嘛 ARRAY其实就是跟刚刚一样 有没有? 刚刚是那个RANGE ARRAY的话就是范围 OK 那也就是说呢? 你给它这个范围,哪个范围呢? 从公司的下面这个 B2到B10 这个范围里面呢? 那跟它讲说这个范围里面呢? 帮我把这个范围里面的第几大? K的话是第几大? 有没有LARGE? 那我就第三大 意思就是这个范围里面排第三的帮我抓出来 所以特别注意哦 以后如果你希望 把这个资料里面的排列顺序是排第几个的 比如说排第三个 它就帮你把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抓过来之后 然后呢?做什么呢? 把它,其实也是排序 那由大到小排序,帮你把第三的抓出来 所以抓出来的结果就是37400 就这一个,排第三的 OK 那倒数第三怎么做? 其实哦,顾名思义嘛 你可以怎么样? 应该猜得到吗? 有LARGE就会有什么? 颠倒 就什么? small 有LARGE就是small 有大就有小 OK,按确定 那范围的话就是这个 有小排到有小排列 然后抓倒数第三 所以你会发现第三的话 那我们就把这个32300 这个资料给抓过来 所以如果我今天有第三的跟倒数第三的话 那其实后面就简单了 我们可以怎么样? 插入函数嘛 一样用最近使用过的3米符 然后RANGE的话指的是什么? 公知嘛 OK 那criteria就是什么? 大于等于这个 特别之后一定要文字哦 所以记得文字的话 前双语号大于等于 有没有? 后双语号 然后END 记得哦 你一定要END符号呢 再跟这个串 把这个资料带过来 才会串出来 就大于等于37400 记得一定要这样做哦 你才有办法 把你要的这个 前面是运算符号 后面的话呢 是你要比对的资料 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很容易做错哦 一定要这样大于等于END 然后这个F2的资料带过来 这样得到的结果就是 前三个的加总结果 就是 这个嘛 十一万两千九百 OK 得到的就是前三名 按确定 好 那如果要后三名的话呢 那跟刚刚的011有点像 就是把这个加在一起 加上什么呢? 前面这个公式 但是呢 可能要改一下 改哪个地方呢? 改这个地方 这个要把大于等于 改成小于等于 然后后面的那个F2 改成G2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OK 那如果说 假如我们希望 可以把它变成VBA的话 其实也道理上差不多 如果说 这边把它复制一下 那如果要VBA的话 其实第一个一样 Visual Basic 当然这个可以把它删掉 不过 这两个可能没办法删掉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你把它删掉的话 在VBA里面 假如要做出跟这边一样的结果 这个VBA才是很麻烦 所以我们导步 怎么样? 干脆直接用它就好了 OK 当然呢 你也可以怎么样呢? 这个假如没有的话 没关系 你可以的话 也是丢公式的方法 让它显示出来 有没有? 把这两个公式的结果 丢到这边来 如果你想说 老师那我不要让人家知道 我是丢公式 你可以丢远一点 丢后面一点 不要让它看到 然后等到你取得这两个值之后 最后再把它们删掉 对不对?也可以啊 也是一个方法 因为有时候你要写一篇层次 不是说一定要什么事情 都为难你自己 如果有些地方 可以简单处理 你就简单处理吧 我觉得 反正先把层次写出来 那怎么写? 第一不一样 先找到我们的 这一个工作 我们的专案名称字 跟它的档案名称一样 VB 这个009的一个 所以记得在这里面加入 按右键 插入模组 所以这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我们一样 哎 要怎么样 前三跟后三 那所以呢 我就是一样 就是 如果假设我用刚刚这个 程式来改 OVOK 贴上 改的方法就是 这边 然后把它描 这个名称改一下 Sub名称 我就用这上面的名称来改 第一个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十列 没错 那 可是问题是这边后面的话 怎么 就不是前三个字 所以是什么 里面的资料 什么资料 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 那我们就讲 sales的 idea的 就不是什么 A缆 还是B缆 后面的话 其实就是什么 大于 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大于等于哪个储存格 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 大于等于的话 那一定是这个 所以把这个储存格 只要带过来 这个储存格呢 就什么 其实如果单指那个的话 习惯会用range range的哪一个呢 f2 把f2的资料 帮我带过来 比比看有没有大于等于 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那表示它符合条件 那第二个的话 其实或就可以了 倒数怎么办呢 其实就把这个再复制一下 然后贴到这边来 来改 改哪个地方呢 把大于等于改成什么 小于等于不就好了 小于等于 那这个储存格呢 本来是 这个是第三嘛 把它改成 倒数第三 g 也就是说呢 如果 大于等于第三名 大于等于第三名 或者是小于等于 那个什么 倒数第三的话 那就帮我加总 加总哪一栏呢 加总b栏 这个ok 然后放在哪里呢 放在第二个储存格 加总完放在第二的储存格 这样不就也ok了吗 所以基本上 刚刚的程式 也可以拿来稍微做个修改 就可以达到我们要的结果 那我们来试试看 结果是不是 这个多少 二十万六千五 看一下 所以如果把它执行看看 是不是二十万六千五 结果一样 所以其实基本上原理都一样 跑出来也会是一样 那程式基本上没什么更动 只有更动这个地方 这个是大于等于前三 小于等于 倒数第三 那可能就有同学说 老师那这两个如果将来 我要让它产生怎么办 其实一般这样 你这边就是什么 这个储存格就是range的f2 所以你可以rangef2 然后后面的话等于什么 等于那个公式 那个公式的话 前面讲过 你可以把这个公式把它复制 贴到这个里面来就好了 这样子它就会动态帮你产生 然后另外一个是 趋2 所以趋2 那等于什么 等于那个公式 刷成到两个 然后把这个公式 帮我把它复制到里面 这样不就有了 OK 也就是将来 甚至你这个都可以把它delete掉 这样不就执行 它一样可以 只是说它会怎么样 它会动态帮你产生 丢到这边来了 有了 有了 对然后你再把公式做出来 可是你想说 老师最后我输出之后 我想要把它们删掉怎么办 很简单 你就让它跑完 跑完之后 再多写两行 写什么 这两行复制到底下 怎么样 把它们清空不就好了 清空不就是写这样子 有没有 清空了 所以 倒过来 这两行清空 这样子有没有 那不就OK了 对不对 除了这样写 它还有别的写法 只是说这样的写法 好处是 我们就不用伤脑筋说 到底VBA里面的Large 跟Small要怎么写 OK 可不可以写得出来 可以 但是问题是 在VBA里面 没有像Large 跟Small 这么简单的函数 所以如果你要做 这样的事情 你变成你要写 又是写 一段很冗长的程式 所以有时候 我们为了解决 问题的方便性 有的时候怎么样 不影响程式的前提下 这也是蛮好的方法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有的时候 解决的方法 并不是都死的 主要取决于说 你怎么样 去写这个程式 写得又顺畅 然后程式又短 你又可以方便 把你的工作做完 这是好方法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是01 1 1的部分 一样 我有把它放在那个 应该009的部分 009这里 你把它打开 刚刚写的 就这个 其他如果说 你要用 直接在VBA里面 去取用 Esser里面的函数的话 那可以用下面的方法 不过你可能要 写这么长一串 叫做 application.workthrough function.large 这个方法就是说 假如 那VBA的函数 跟Esser里面的函数 不相通 那我没有办法说 不一样 我没有办法直接 从VBA里面去抓取 Esser里面的函数 来用 可以 怎么做 答案就在这里 要用什么 application application.workthrough function.large ok 也就是说 如果我刚刚 写的方法 假如说我刚刚 这个方法 我不要这个上面的东西 也不要下面的东西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刚刚讲的 只是 但是 会比较 难一点一点 ok 不过也 不至于太难 这怎么写 我写给各位看一下 我如果要取用 我在VBA里面要取用 那个 Esser的 那个 函数的话 那你第一个要 先把那个 application 先输入 application 这个可能要背起来 应用程式 application 清单会出来 那里面有一个方法叫 workthrough function 所以你大概打一个 WO WO 大概就有了 workthrough function 指的是什么 这个application 指的是eSale eSale里面的 workthrough function 指的就是 这些东西 就这个里面的东西 大概250几个函数 那如果要取用它的话 电 其中有个large 你打一个l 那么large就出来了 那特别是要 使用的方法 你不能用 在eSale里面用的 你要给范围的话 在VBA里面 你就要跟他讲说 哪个范围 那个范围 你就用range物件 你不能用什么 b2 冒号 b10 不行 你只能这边加一个range 然后刮弧 然后一样 变成b2到b10的话 你变成写在这里 这样子 ok 好长一串 这样子ok了 然后 斗点还没有 斗点几 斗点3 然后刮弧 这样的话呢 就表示说 我呼叫 large的函数到这边 然后呢 我给它一个范围在这里 你帮我这里面找到 排第3的 它就回来了 ok 那small的话呢 一样嘛 在这边 打的方式 我把它先换行 我后面加个空白底线 Enter 把它换到下面一行 按个TAB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样 所以把这个改一下就可以了 把这边 Ctrl-C 然后这边的话 Ctrl-V贴上 那这边的话改成什么 本来是large 把它改成small small 然后这样就ok了 跑出来结果一不一样了 其实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应该会一模一样 只是说差别是说我们就不需要什么 让它在动态输入F2跟G2 意思说全部都跑了 ok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应该没问题 好 全部跑完 206500 所以最大的差别是 如果你要直接输出公司到那个地方的话 可能就再把它删掉就好了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直接调用Excel里面的函数到VBA里面使用的方法 但是麻烦的地方可能就是会比较长 当然也不用背 那你可能要背这个Application 点后面就是Walkthrough Function 其他都差不多 两个方法 所以我这边有把它整理在这里 就是直接方法二 这个是方法一 方法二在这里 以后如果你在没办法记那么长 没办法 你就复制贴上来改吧 ok 总会吧 应该可以理解 画面先还给各位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从VBA要调用Excel里面的函数 至少会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直接把公司丢到储存格里面 他就帮你把结果显示出来了 第二个是直接用Application.Walkthrough Function 至于哪个方法好 你记得起来都好啦 记起来然后将来做不要做错的方法 都是好方法 OK 那我自己是 反正就按照看工作上哪个部分 比较适合的话 我就用哪个方法 反正最后做出来结果 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那主要是因为VBA里面的函数大概100出头个 Excel里面的函数有250几个 所以通常Excel里面的资源会比较丰富 所以为什么你说 老师问为什么我们直接不用VBA 因为VBA没有 那当然直接用Excel 所以我们现在并不是说把VBA 直接就单独独立出来 没有我们其实还是会用到Excel里面的资源 然后达到我们要的效果 等于是1加1大于2的两者间结合在一起 能够把它的效率发挥到最大 刚刚讲的这部分 是在第009的这个说明文件里面 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大家